而暗黑系的奥特曼在大街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地球上的破坏者 每世界都喜欢和光明奥特曼们对着干 给他们带去不少的困扰 不过在黑暗系的奥特曼中也有守护地球的存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特普1 黑暗梅菲斯特 黑暗梅菲斯特是Nexus中的暗黑系奥特曼 他的人间体勾里木真野 一开始是夜席队中的真意战士 后来受到了黑暗的蛊惑和黑暗梅菲斯特的融合 从此走上了光明和真意截然相反的道路 甚至不惜杀死人类来制造黑暗奥特曼 被及时准击败后逐渐掌握了内心 并帮助控制住黑暗梅菲斯特二代 最后和二代一起被弓箭光纤风暴击伤 就死在了爱人西条风的怀里 特布尔杰德曼 杰德曼是宇宙中鼎鼎有名的黑暗霸主 贝利亚奥特曼的克隆底是贝利亚唯一的孩子 杰德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他是一个暗黑系的奥特曼 在打怪兽时经常瞬间暴走 红色的双眼下满满的破坏欲望 甚至在父亲贝利亚的影响下 还成为了破坏地球的黑暗战士 不过好在由赛罗奥特曼令人来夜等小伙伴的帮助 小路才没有走入歧途 最后他作为对应的伙伴保卫着地球 击退了无数入侵者 有了许许多多的形态 也获得了光之国的认可 继承了父亲在光之国的地位 TOP3 迪杰德曼 迪杰德曼早在3000万年前的超古代文明时期 就以爱黑西奥特曼的身份在地球上生活 后来遇到了幽怜 被劝说后依然站在了光明这一方 靠着自己的强大实力击败了西智的队友 达拉姆·希特拉和卡米拉 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力量将他们封印 3000万年后和大谷相遇 大谷继承了迪杰德曼的光之意志 以迪杰德力量守卫着地球的和平 最后击败了超古代文明时期的黑暗BOSS加坦杰厄 成了地球的和平象征 在那一年大家都变成了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